如果时间可以停在这一刻 该多好啊 仇家成亲家 李渡两家 就因为你 就成了亲家 亲一节 仇难解 狗狗你们渡家去 我们不想看到你 离家多年 再次踏上故土 妈 你想明白了你 我不是你们的妈 我是她的暖身妹妹 物是人非 至亲难寻 到底是不是 真没想到 还能再见到你 敬请收看 方圆巨镇 十五集电视迷你剧 莲花闹海棠 第二季 精编版 第一集 莲花摆海棠香 莲花摆海棠香 杨柳河畔鸳鸯忙 如果时间可以停在这一刻 该多好啊 联礼节 愁难断 两家争闹 儿女伤 爸 我该怎么办啊 情难了 事业伤 壮志未愁 独彷徨 看到你这个信息 我试着多想想 恩怨是 误解消 齐心协力 不奋斗 我扶他的足够在做故事 你的事 莲花依旧 闹海棠 方圆巨镇 十五集电视迷你剧 莲花闹海棠 第二季 经编板 老公 如果时间可以停在这一刻 该多好啊 那就让咱们画作一块相拥的石头 屹立在祖国的东方 那我们就要变成磐石了 这厉害了 还靠这口呢 这口也够重的 这都几点了 还在睡 妈 对不起 昨天晚上睡晚了 海棠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妈那么大早上起来 这做饭洗衣服的 不累啊 好不容易盼着你娶个媳妇 可以想想起 这难不成 还让她像个老妈子一样呢 伺候你们俩小莲 我换好衣服就下去做饭 小莲 你以后早上六点半就起来做饭 打扫卫生 还有家里的鸡啊鸭啊都要喂 那个还有 家里的脏衣服你得要洗 小莲 做媳妇 得像个做媳妇的样子 不然以后 你怎么照顾海棠啊 老公 我今天算是给你逃出来了 我要是做不好该怎么办 你妈 会不会很受的气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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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的话你别听啊 她当媳妇的时候啊 说不定还不如你呢 慢慢熬 慢慢熬 会熬出来了 真的 可是我还挺担心的 还会不会太担心了 好了 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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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你们说啊 这这杜小莲儿 平时你这不黏声不黏韹 你说这事儿 他能不能干得出来 让我死也死也死 本来你能干得出来 你这么大岁口想干也干不出来 你这么大岁口想干也干不出来 我看着都害大 你说这小姨坑 这种事跟家里边做都好了 什么跑会的 对对对 笑死人了 你走啊 多刺激啊 哪天咱们也出去吃啊 你不要吃到刺激了 你真爱我真快 找你半天了 躺在这呢 干啥呀 干啥呀 装傻是不是 又在村里面造谣是不是 谁造谣的 七八个人上我那反应了 他们组团冤枉你啊 啥叫造谣 无凭无据 那叫造谣 这叫吧 我这是真凭实据 有画面有真相 董主任 这次吧 还真不是一个熊肉娃叫羊 你说那杜晓菱和李海龙 俩人在那外面 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了 我们杨六村的脸子丢大 丢大呢 不说胡说八道 小二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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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胡说八道是什么的 小二娃 小二娃 你个臭不要脸的 你胡说八道什么的 谁臭不要脸的 我瞎说啥了 你再胡说 我撕烂你的嘴 你撕烂这个嘴 你撕烂那个嘴 你撕烂谁嘴了 你撕个是 你就是你的嘴 你骗什么说我们小脸 我咋瞎说小脸 真凭实据 你自己看 拿来 你把他删了 不删 凭什么删 败坏羊楼 所有的风气 我就要让大家知道知道 你删不删 不删 你不上 跟你没法 你超不要脸的 你超不要脸的 你少说了 怎么回事 又跟你吵架 我吵架 你呀 你这死孩子 你把我的脸都丢去了 你瞧瞧 你干的什么好事 你自己看看 我怎么了 我 我 小二娃 你居然偷拍我吗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谁偷拍你们了 我拍荷花 你们自己创街画面的 那你删了 我不会删 我就会录 你不删是吧 我来 你这是干啥 你拿 拿过来 你给我 没 没了 你这你 行了 视频删了 这是过去了 海龙跟小脸就是两口子 也没多大事 就是以后啊 出去场合 没事了 散了回家吧 都回去了 都散了散了 老板家 小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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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海龙在外面做什么 村里人都在议论 不是 杜小脸啊 你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情呢 这 这我们李家的脸 都被你给丢尽了 干什么 还嫌不够乱呢 能干出这种事的 只有你们李海龙 凭什么说我女儿了 凭什么是我们家李海龙啊 怎么不是你们家杜小脸啊 就是你们李海龙 本来就是他干的事 你凭什么说我们家啊 他本来就是 都别吵了 好歹是一家人 吵得不好看 有什么事了 找个地方 私了了 私了 私了 怎么个私了法 现在全村人都传遍了 杜小脸 你今天必须搭着大伙的面 给我们李家说清楚 对 喂 新鸣 你和李海龙那是从小长大了 你对他还不了解吗 我们李海龙不可能干出这种 伤风败俗的事 就是 就他们杜家不要脸 我们李家还要脸呢 你们李家才不要脸呢 就是你们最不要脸 李家不要脸 就是你们不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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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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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谁打呀 打 不要脸 妈呀 这车咋咋来了呢 哎哎 新鸣 你不是给删了吗 咋还报警呢 瞎吵 不是我叫来的 老江 请问一下 你们村有个叫李海龙的吗 啊 有 你们找他有事啊 啊 我是杨柳村的村主任 有什么事你们可以跟我说 李海龙涉嫌一桩研究走私案 啊 我们来找他聊解点情况 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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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同志 什么走私案呢 哎 李海龙又干什么外门邪道了 这 妈 走私 这可是大罪呀 哎哎 警察同志 得做老子吧 肯定的 同志啊 这 是不是你们弄错了 行了 主任 你知道李海龙在哪吗 嗯 哎 哎 怎么啦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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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啊 就是 怎么回事啊 你就是李海龙吧 啊 怎么了 我们怀疑你跟田忠勇的一桩烟酒走丝上有关 麻烦你跟我们走一下 做进一步调查 谁 谁田忠勇 田晓妮他爸 田晓妮 田晓妮 警察同志 你们是搞错了吧 我儿子怎么跟着走私呢 他不会的 他肯定不会 妈 行了 甭解释了啊 我也不知道 海龙 又不是一次两次了 哪一次不是清清白白的回来啊 走吧 等会儿 同志 我能陪他去吗 我也去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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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你的行啊 我什么人你也不了解啊 我儿子 海龙 好 别担心啊 你呢 回家把鸡汤给我炖好 晚上我就回来喝 好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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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 还行 我也没事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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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海龙还没出来呢 应该没啥呢 大沈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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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龙就是配合调查 一会儿就回来了 都不要去瞎传啊 没事了 大家回家吧 散了 打麻将 打麻将 行行行 小脸 这李海龙啊 竟没消停过 当初呢 妈真不该同意你们结婚 哎呀 给妈回去吧 这李家 没个擅长 锁兵 把罪过全怪在你身上 秦天堡 哼 妈 你看你说的什么话呀 算了 我回去了 海龙他妈妈肯定很担心 你给我回来 你去等着挨骂呀你 傻呀你 我 我跟你回家干吗呀 我是李海龙的媳妇 我得回李家 小林 听你妈一句话吧 跟我回去 爸你怎么 行我妈你怎么不讲道理呢 赶紧回家 丫头丫头 小林 小林 海龙呀 你这是为什么呀海龙 我说大嫂 你就别念了 这海龙也是 一点都不争气 大嫂 你别着急 说不定这就是个误会 过两天哪 那海龙就回来了 妈 妈你没事吧 我说 杜小林 你还有脸回来呀你 你看看你 你把我们这个家都搞成什么样子了 我们海龙 我们海龙就是因为取了你这个色暴性 他才会出事的 我问你 你带着我们家海龙都干了些什么呀 就是啊 这丢不丢人呢 事情不像你们想的那样 那是哪样啊 你看看你 你才过门多久 搞那么多事情出来 这本来我们家海龙还好话的 现在人也被抓了 我说当初就不应该娶你竟晚 都说杜小的女人碰不得碰不得 一碰就倒霉 滚 滚 滚给他们杜小去 我们不想看到你 回番 大大你别管 滚 滚 妈 你放心 我一定想办法尽快让海龙回来 你能想什么犯非呀你 滚 滚 滚 你 这 怎么又来了呀 我不来 就等着你们李家合着火的 欺负我女儿了 怎么说话呢 谁欺负她了 我看着你们欺负了 你们 你 妈 你来干什么呀 我来干什么 我不能让你吃这个哑巴亏呀 那李海龙本性就有问题 竟干了违法的事 雅河 跟妈回去 我们不受这牵连 滚滚滚滚滚滚 你们俩都滚滚 大嫂 是让海龙回来以后 赶紧让他们离回算了 这免得惹一身 走 杨慧芬 你里边怎么这么臭呢 我说的是事实 你再说一遍 我输了也怎么了 我还要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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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动手啊你 我还要 你 你 你动手是吗 妈 你 我没事 你先回家 走 回家 你妈 走啊 我让你先回去 你就先回去嘛 我知道该怎么处理 你先回去 我警告你们心里的啊 要是再敢欺负我女儿 我跟你没完 没完就没完 谁把谁啊 你 妈 一年前你是不是在城里给田晓妮父亲的厂子运输货物 对 我在田晓妮那儿打工 平时给他送货 一般都是送鸡材一类的 鸡材 怕不止有鸡材吧 秦妮同志 我的亚龙虽然平时有嘴滑舌的 可我干的 都是正你这儿啊 这几张照片你可以有印象吗 没印象 这个就是你运送的机材 可是里面 却塞满了走私的高级烟酒 而且数量还不少 这个就是你运送的机材 秦妮同志 我可从来没有送过什么烟衣类类的东西 你们可不能冤枉我啊 好那我再问你 周贤贵你总干认识吧 周老板啊认识 经常给他送货 好 那你再把当时给周贤贵送货的细节再说一下 周老板 我是给他送过很多次货 每次都要的不多 我想想看 但是你说我们一个打工的 老板让我送给谁我就送给谁啊 我们也不会去检查什么货物的 哎大力你别摇了 闹得我头疼 我说啊 你们也不要太担心了 警察都说了嘛 带离海龙过去 只是调查调查 又没定他的罪 定罪 定罪那还得了啊 走私 走私那可不是什么小罪 妈 我相信海龙 他肯定没做过这种事 我真不该答应他们的浑事 那个李海龙 打小就不学好 要不人家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呢 哎呦 你再不答应他们都结婚了 现在说这话有用吗 小莲说了这个事情交给他处理 你就让他处理吧 瞎操心 心灵哥 现在该怎么办呢 小莲别着急 我现在马上去城里 打听海龙的启动 那我跟你一起去 行吧 走 他现在还在调查期间 等我们调查清楚了 确实跟他没关系的话 他就快也回去了 那我们可以见他一面吗 暂时不可以 那 那什么时候才可以见到他呀 小莲 谢谢啊 走吧 一天到晚坐在这门口 这半死不活的 像什么呀 哼哼哼 哼什么呀 哼 烦死了 哎呀 理解 理解 有的话你也不知道 我呸呸呸呸呸 我们家大强小强 可比他们厉害了 我强 强 强多了 是是是是 没事吧 没事吧 能走吗 慢点 慢点 我扶着你啊 慢点走 来 来 这都忙活一下午了 人都没见着 新鸣哥 海龙不会真的 别胡思乱想 海龙不会有事的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小莲 你也不要太着急 我相信 海龙一定不会干点些 我也不拦截的事 可是新鸣哥 我真的好担心啊 小莲 我跟海龙呢 从小一起玩到大 我了解她 她的事呢 就是我的事 回头啊 咱们再好好想想办法 来 注意啊 慢点 嗯 啊 啊 所有台湾 你快去陪我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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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带走海龙 妈 妈 海龙是你最喜欢的孙子 你喜欢她 就要保佑她呀 妈 妈 我知道 你也担心海龙 他是你最喜欢的孙子 你想她就要保佑她 你说我们家海龙的命 怎么就那么苦啊 什么倒霉的事都让她遇到了 你怎么就忍心 看着我们孤儿寡母 受这么多的罪呀 妈 你你想灵了你 老公我吃点啥呀 来 judgment 别人家 想去呀你 不好了 二哥 大嫂 不好了 你们这老太太扎湿了 真的 我青眼看你们 真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不是说那个鬼都不敢白天出来吗 妈 你不是真的显明了吧 那你到底是人还是鬼呀 妈 我不是你们的妈 那 那你是 我是她的乱生妹妹 经鉴定应该是个人 不 我妈乱生姐妹 我怎么没听我妈说过呀 我也没听婆婆提起过呀 你觉得有假 像 真的是很像 不是确实是像啊 是像 看这样子 也不像是 怕我们这样穷亲戚的 姨妈 之前 我原家称头 姐姐不同意 我们都拿了矛盾断了往来 起后来听说姐姐去世了 我才决定回来看一看 这样啊 这样啊 哎呀姨妈 那 慧芬 泡茶呀 还是我去吧 姨妈我给你删 你们家有几次没 我们家吧 我是那个谁 我跟你说 我是李婆婆的真人 李婆婆对我可好了 我想吃啥 他都给我做了 我一定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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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姨妈 我们家 就我和我哥 你还有个哥哥 对 他哥现在已经 挂墙了 不 他好大年龄 他 他走的时候快六十了 六十了 我求求你 我一定要做个哥哥儿子 你能够冷个哈吗 你为了只要冷个 昨天过的呢 姐 我从来都没有求过你 你都带你我吗 可能都活不着好久了 哎 先不要乱说 好好好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 难不成 我的儿子 都是 姨妈 您喝茶 你都是老大家媳妇 哎 我们家师姐 死得冤呢 姨妈 我哥爸他原来就是杨柳车的村主任哪 都是杜家害死的 杜家 姨妈 他们杜家就占到他们家有块牌坊 挡住我们李家的风水不说 还有他们杜家的女儿 还克我们李家的男人 还说我们李家的男人个个都短面啊 那只是迷信 我们家师姐虽然死的冤枉 但只是个意外 对 对 就摔一跤就死了 我我我见证 我是见证人 我欠 看见没 那个 小二王 你不说话没人当你哑巴 什么迷信 这你们家海龙娶了杜小莲才多久啊 都已经二进宫了 你还不姓喜 姨妈 你是有所不知啊 那李渡两家那是事在冤仇啊 他们家那可是李海龙的杀父仇人啊 可李海龙偏偏娶了他们家小女儿 李海龙 姨妈 李海龙是我和世杰唯一的儿子 他和杜家小女儿真心相爱 大嫂 你到底吃哪家饭的呀 你这样说你对得起死去的婆婆和大哥吗 你们家这海龙不怕 你可不要连累我们 这下可好 姨妈来了 姨妈给我们撑腰 是 是 都不要吵了 我做主 凡是离家屋的人 今后都要听我的 好了 今天赶到累了 我想休息 我就住原来我姐姐那个房间 我这就去给你收拾 是 你十四九了 我的心底在后皮箱 你和小刘一起去 帮我拉一下 好好好 那啥我我去就行 这事我去就行了 你去坐坐下 那天后 我也去 我去哪儿 姨妈 你看你这一路牢了呀 喝点水喝点水 哎呦我的妈亲呐 这可真是 这下高端豪华 上档次啊 哎 土便 别让人家车给摸坏了你 你傻呀你这 你摸下能摸坏吧 又不是塑料的 哎呀 妈呀 咋还变醒了呢 不好意思啊 咱家老太太 可是不回人家 老爷子啊 以前是做生意的 所以家庭条件还算可以 那他条件那么好 干嘛到咱们这儿 崇山沟沟来呀 啊 自从老爷子走以后呢 女儿就嫁到国外去了 这老太太又不愿意去 虽然说啊 在城里啊住着别墅 但毕竟啊 还是一个人孤苦伶仃的 这要有个病痛什么的 连一个亲人也不在身边照顾 所以老太太就一想啊 还是落叶归根吧 哎呀这这这这真够宽着呢 想都能躺个人的 哎呀这你这 这地毯铺的 这真是豪华呀 哎呀 二王啊 你出不出来 你不出来就关里边了啊 咋不出现在 万一把我门子开砸着呢 慢点啊 我还怕你把人家 车给睡坏了呢 这这这没想到 这走得早了 真是的 养鱼户注意了 养鱼户注意了 下午一点钟 请大家到村委会的 会议室开会 我说这童心名也是 这没事开什么会嘛 童心名 哎呀你是不知道 这童心名讨厌得不得了 我跟你说 他之前和杜家的 那个大女儿两个 这关系不清不楚 现在处处帮着杜家呀 是哪家的后人 童业家的孙子 童康贵 姨妈 姨妈 童康贵他还没有死 哦 他最近身体不太好 我听我妈说过去 他和童康贵是老交情 姨妈 你应该 你应该知道这事吧 不晓得 嗯 小刘 哎 我准备在这儿住一段时间 你都先开车回去 那您 哦 那我什么时候过来接您 我没给你打电话 你都不要来 如果杨阳那个后人问你的话 你都说不晓得 哎 那我就先回去了 好 好 哎来来我我我我上你 我上你 好 哎 老爷子 你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啊 我今天看你精神还挺不错的 呦 新明 那么早就起来了 绳子来了 我来看看老爷子 绳子 哎 新明 你的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 我怕是你晚上都没有睡 被这个鱼塘抽的 哎 这鱼塘的鱼 虽然是丰收了 各顶各的大 可是 没有买家 村民们 不能盯着这鱼塘 刚看着 这样下去的话 他们总会闹的 之前我们也问过很多镇上的老客户 他们嫌咱们的鱼贵 说其他村的鱼 比咱们村的鱼啊 个头大 价格还便宜三分之一 我们也正在想办法 哎 你也别太着急了 哎 听说 那泥海龙 他 哦 没事 他就是协助调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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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回来我再跟您说 我现在要去趟派出所 还得跑那个鱼的事 哦 你去吧 沈子 吃饭就不用等我了 好 行 你去吧孩子 行 有多大人来 就犯多大的事 千万不要急功近利哦 谢谢您放心吧 那我走了 好的 你去吧 姐 没事吧 我们再次重逢 就是一样两点 实际 到底是不是我儿子 到底是不是啊 我来自回来 都是想冷起你 但是没想到 你都能走了 时间 也不再认识了 好 好了 大家安静一下啊 开会了 今天召集大家来呢 还是为了鱼塘的事 雨季马上就要来了 咱们一定要做好防训工作 不要像去年那样 大雨一来 就把鱼塘给冲垮了 到最后啊 大家损失惨重 同主任 防训防训 这说白了 还不得要钱吗 就是 哎呦 这鱼都没卖出去 哪儿来的钱呢 是啊同主任 咱家那些鱼还在家里 所以 所以今天才把大家请过来 集思巩益嘛 大家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建议 都可以提出来聊一聊 钱的事呢 我们会想办法 你本出气 再想办法也没有 这 穿我 我也能想 我们这么想 反正我还 是鱼塘你见的 好多钱 我来抽 这这这不是你 你投我吗 老颜色 不会啊 这大海边的 该不会是在唠鬼吧 别怕 别怕 大家都别怕 这位老人家 不是我王旭的婆婆 她是我婆婆的孪生妹妹 哎呦 是你 凶人没 你没有死的 哎呦 李高师快 拿起个凳子 来 我们走 朋友来 几手 来来 咱们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李婆婆家里还有个孪生姐妹呀 是不是 熊婆婆 没听说吧这是 嗯 是熊婆婆 我代表羊牛村 全体村民 欢迎熊婆婆 回到羊牛村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哎 羊牛村了 我都几十年没回来过了 还是 羊牛村的变化 真大呀 我都找不到路了 了 要不是村口那个牌方 哈哈哈哈 同志希望 那么多年的 羊牛村 那个还有那个 肉不的牌方 你在村口啊 就是 我说你们李家 这是闹哪一出啊这是 怎么看呢 孙伯伯 这牌坊啊 现在已经是门雾了 也算是我们洋楼村的 一道风景线 啥风景线 我说那是愚昧 那块风水暴地 修个公园 还是建个洋楼园 你倒是挺好的 同志人 要好多钱 你开个家 过来出 老太婆 你有钱你就了不起啊 你有本事 你把洋楼村全产平了 挨家挨户地盖高楼 你行吗你 多少钱我没得 车里的牌坊 倒是戳戳有余 你敢 不要以为 我姐姐过世了 都没得人压得到你独家 只要有我熊婆婆在 都要崇祯你家熊峰 压到你独家 对 崇祯你家熊峰 既我婆婆在天之灵 就你那个熊峰还在天之灵呢 这熊峰呗 姨妈 咱都是一家人了 何必说两家话呢 什么一家人啊 他们姓度 我们可姓李 好 你记住你这句话 走走瞧 走瞧就走瞧 我怕你啊 一会儿是过来你 跟试试 试试 好了好了 静一静 熊婆婆 您回洋流村呢 我们是欢迎的 但是您这一回来 就搞家族斗争 不利于团结 这个 我可就要批评您了 批评我 我还以为洋流村 是哪个当村主人 原来是你那个 如是未干的小宅人 你信不信 我要叫你尝试 推抽筋 吓不到他 哎哎哎 我说你这浪太太 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盛伯伯 有句老话说得好 家和万事兴 现在李渡两家 都结为亲家了 何必闹得不愉快呢 同心明 有什么好说的 他既然要和我们 渡家势不了力 那就尽管放马过来 我怕了你这老东西不成 放不下放马 我怕你啊啊 过来你 算了算了啊 看这小脸的名字啊 算了算了 算什么算呢 算了瞎了眼 把我们家丫头 嫁给这样的人家了 岂止是瞎了眼 简直啊 杨伯伯 你再说一句试试 我说了呀怎么样 啊你后面是杨伯啊你 你过来我死了 你都成了 行了 算了算了算了 算了算了 从前面 一度两家的事 哪个都可以管 都是你心痛的不能管 兄妹妹 老爷子 你怎么了 老爷子 别伤心 我们走 走什么走啊 有本事你放马过来啊 老娘等着呢 我怕你啊 放马就放马 行行行 别说来你们 那啥 姑啊 你这次咱还啥时候回来啊 熊伯伯 我告诉你 我姨妈这回来啊 不走了 哎呀 真真的啊 那太好了 这个会改天再开吧 散会 小伯伯 來 等一等 眼睛嘛 你認識他 你們先回去嘛 先回去 兄妹妹 真沒想到還能再見到你 到底 到底怎麼回事啊 你不要再問了 我不想再提過去的事情 兄妹妹 你不要弄得好像我們兩個和樹一樣的 你老爺子看起來身體也不太好 自己保重 尊重 尊重 同康貴 都算大事 也要讓他死不淋目 既然已經過去了 你就得把他放下 這樣才能開始新的生活 白面對於 都要面對 不管是魚他 還是毒癌 看到你這麼幸福 我试试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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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童幸明在哪儿 摔下来受伤了 妍儿 我好像冲了 对不起 在手术当上签字吧 两个孩子可能都保不住了 这个子气别摔下来 童幸 大力 大力 我孩子呢 别激动啊 故事中我们看到 杜小莲和李海龙喜结连礼 但是杜李两家的恩怨 并没有由此化解 杜李两家为了维护 各自的生育又起纷争 偏偏这个时候 李海龙因为涉嫌走私 被警方带走了 这让杜李两家的矛盾 再次激化 而杜小莲家在两家之间 更是备受煎熬 另一边 李婆婆的孪生妹妹熊婆婆 为了寻找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 来到了杨柳村 初到杨柳村的熊婆婆 因为牌坊的事情 和杜家的胖婶杜海莲 吵了起来 杜李两家恩怨未解 再添心愁 而熊婆婆与童爷爷的见面 两人似乎都欲言又止 这两位老人之间 有着怎样的虔诚往事 熊婆婆的出现 又会让杨柳村 掀起什么风波呢 敬请期待 我们的下集故事